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那我們今天繼續 上個禮拜所講的韓式的觀念 我們可以把一些經常會被應用到的程式碼 或者是類似的程式碼 我們把這些片段集中成為一個韓式 變成一個韓式以後 那麼它可以讓不同的程式 都很方便的來使用這個韓式 同時在團隊裡面 我們也可以讓許多團隊的成員 各自獨立的去完成這些韓式 再加以這個統整 那在第七章 我們會介紹一些這個程式的規劃的方法 還有這個韓式導向的這個觀念 那我們在上一次已經說明了 這個韓式的呼叫的這個過程 我們提到說假如你在這個程式裡面 那麼你引用到了某一個這個韓式的時候 那麼我們的這個計算機它的CPU 會從主程式呼叫我們程式這一邊 把目前執行的這個程式的內容 和執行到什麼地方等等的訊息 放入這個一個堆疊裡頭 一個Stack裡面 放入這個Stack以後 CPU就把權力轉到你所呼叫的韓式裡面 那麼因此在這個韓式裡面 把你所寫的這個程式碼執行完畢以後 那它就會回到原先呼叫它的這個韓式的這個地方 然後繼續往下執行 所以這個我們提到過的 那如果說這個有好幾層的這種呼叫關係的話 例如主程式呼叫A韓式 然後A韓式呼叫B韓式 那等到B韓式完成以後 它就會根據你所放進去的堆疊 然後最後進來的先出去 所以在你的CallingStack呼叫堆疊裡面 你底下這一層是MainProgram對不對 然後在上面一層就是A對不對 那再來這個B結束以後 它會先拿掉上面那一層的A 所以會回到A韓式裡面 然後繼續執行接下去的Nail 然後等到A韓式執行完以後 那它又會從堆疊裡面取出這個最上面的那個韓式 於是你就知道我要回到主程式這裡 然後從A韓式呼叫結束的地方繼續執行 那這個就是韓式呼叫的這個概念 那我們也提到在使用這個韓式的時候 徵錯器可以有更好的運用 那麼在之前我們的這個徵錯器的使用的時候 如果我們要這個程式執行一個步驟的時候 我提到說我們可以使用逐步執行 或者說是這個不進入韓式對不對 好那但是現在真的有了韓式以後 那麼這兩種這個操作的方法就不一樣 如果是逐步執行的話 那它可能就會跳進去這個韓式裡面 那麼因此你就在這個韓式裡面徵錯 一直到這韓式結束以後跳出來回到原來的呼叫程式裡面 那可是另外一種這個不進入韓式的話 那就代表說你的程式執行到這個地方的時候 那麼你就讓這個計算機把韓式執行完畢 並且把它的所得到的值傳回來以後 那直接再繼續往下做 那我們的程式就不會跑到程式裡頭去 所以就有兩種這個應用的方式 好那再來就是我們今天開始的一個 新的一個東西就是說 在這個韓式的這個宣告裡面 我前面有提到過 那我們的這個韓式呢 因為它的這個計算過程裡面 只是這個執行某一樣的這個動作 那並沒有要打算把在這個計算的這個結果 傳回去給原來呼叫它的韓式 所以我們提到過這時候 它的這個韓式的標頭的寫法呢 是這個Static Void 那Static的概念我們說 這個等到物件導向這個class交完以後 你就會知道這個Static什麼意思 那現在我們只談到這個Void 那這個Void的話呢 意思就是說這個韓式執行完畢以後 那它該做的事也結束了 那它並沒有要把這個算出來的某些東西呢 這個傳回去給這個呼叫它的這個程式 好那因此呢 這個有的情況之下 我們是需要把這個計算的結果 傳回這個呼叫程式的 所以例如呢 我們這裡假定有一個簡單的韓式 那這個韓式呢 叫做Arendum Number 那它的重點就是說 你每一次呼叫它的時候 它都會建立一個亂數產生器 然後呢 從亂數產生器裡面得到一個亂數 那這個亂數呢 我們把它存在這個韓式裡面的一個變數 叫做Result裡面 那放進這個Result以後呢 我們看到的一個敘述叫做Return Result 那Return Result的話呢 它的意思就是說 這一個韓式執行完了以後 它算出來了一個叫做Result的這個結果 那這個Result的結果呢 就會傳回去原來的程式裡面來應用 所以你可以看到 我們可以寫成 例如說K等於Arendum Number 然後對30取餘數然後再加1 所以在這個時候呢 當我們使用這個韓式的呼叫的時候 那麼它這裡會傳回來這個Result的結果 所以這個Result的結果呢 就會取代掉這個韓式的名稱 在這個計算式裡面的地位 然後就可以讓你進行這個計算 好 那因此呢 這一種是有傳回這個計算結果的 這一種韓式的寫法 那所以在宣告這一類的這個韓式的時候 那你就必須要在韓式的標頭這個地方 要註明你所傳回的結果 是屬於哪一種資料的形別 那所以例如這個地方 我傳回去的是一個整數Result 所以在宣告這個韓式的時候 我們在前面這裡要寫一個叫做Int 這樣的一個宣告告訴計算機我所傳回去的結果呢 是一個整數 那像剛才的這樣的一個程式 那不是一般韓式的問題 而是說這個韓式我們這樣寫的時候 那這個在呼叫的程式裡面 如果你要想連續產生兩個亂數的話 那我們就會寫說這個K1是Arend number 然後K2Arend number對不對 好 那這樣子的時候呢 我們會發生一個問題 因為我們寫這樣子的這個程式敘述的時候 我們會想像的是說我會得到兩個不一樣的這個亂數 可是會出乎你意料之外的 假如你的足程式裡面利用這樣的一個韓式宣告 去取得這個Render number的話 你會得到兩個一模一樣的這個亂數 好 那原因是什麼呢 這原因就是因為我們的這個韓式裡頭 每一次呼叫它的時候 它都要產生一個新的亂數產生器 那麼這個新的亂數產生器 然後拿出它的第一個亂數出來傳回去 好 這問題在哪裡呢 在於說你呼叫這個Arend number的這個敘述是連接在一起的 這兩個程式他們所執行的CPU的時間非常非常接近 接近到說可能它這個沒有辦法 區分出在計算它的這個亂數種子的時候 這兩者執行時候的CPU時間差 可能不足以造成這個它的這個seed number 這個隨機數的這個種子的這個差異的變化出來 所以這個你這樣跑的時候 這個結果會不一樣 所以這樣的一個程式如果在很早期的 這種很古老很慢的這個電腦裡面跑的話 那它結果也許會是不一樣 但是在現在絕大多數的電腦裡面 那麼它的這個速度都很快 所以這個它等於是這個在這個兩個呼叫裡面 分別產生了一個一模一樣的這個亂數產生器 使得說這個你所得到的這個亂數結果是一樣 好 那這個當然有解決的辦法 那這個我們後面再仔細討論這樣的一個問題 那那個好 大概是這樣 那再來就是說 那個我會建議各位寫韓式 定義這個韓式名稱的時候 對於這個韓式的名稱 我個人有一些建議 那如果你採用這個原則去寫這個韓式 定它的名稱的話 那你所得到的這個程式在可讀性 就會比較好懂一點 那首先第一點就是說 如果你的這個韓式是在做一些動作 但是並沒有要傳回一些內容的話 那我們可以把它宣告成是 void 那沒有回傳的東西 那這樣子的韓式 它你可以想像它就是做一件什麼事情 對不對 所以例如我們前面所說的這個印出一行星星的 這一個韓式 我們就把它叫做print line of stars 就直接把它要做的事情 直接當作這個韓式的名稱 好 所以這是一種 那再來呢 如果你的韓式是要傳回一些這個計算結果的話 那這個時候韓式的名稱最好是一個能夠描述 傳回值內容的名詞片語 所以例如說我們前面的這個arranted number 它傳回的就是一個arranted number 所以我們把它這個叫做arranted number 因為一旦呼叫這個以後 它的結果就會取代掉這一個韓式 在原來呼叫的這個地方的這個位置 所以你看這裡會可能變成是 它會取代掉這樣的一個韓式名稱 然後再assign給這個k1 所以這時候以這一個arranted number 這樣名詞的這個宣告會比較妥當 你如果變成說是getarranted number 那也是我看過有人這麼寫 不是沒有 那這個依你的這個喜好而定 那原則上 因為在後面我們講物件導向的時候 會很多人寫get跟set這些東西 那但是這個我個人是認為 那所有需要get的東西就直接寫那個傳回值的這個描述 會比較妥當 好 那最後如果說你的韓式是在檢查某一個條件是不是成立的話 那麼這個時候這個韓式的名稱最好就是一個能夠描述這個條件的形容詞片語 那這樣會比較理想或者寫一個比較完整的句子 但是它是一個疑問句類似的東西 例如說is even 那is even就是說是不是這個偶數 那所以它傳回來的答案就是true或者false 那這樣的時候比較能夠使你的程式有比較好的可讀性 好 那接下來韓式裡面我們最重要的幾個重點 那大概就是這幾項 那所以我們接下來來講這個第二個跟第三個 這兩個部分我們所要介紹的都是這個 因為韓式宣告它的介面以後 那麼它就有一些不一樣的東西需要考慮 所以我們來看一下 首先我們看這個會傳回數值的這種韓式 我們可以傳回數值的這個韓式呢 這個我們在以前這個高中其實已經看過很多這樣的例子 那例如說我們這個會用sine 我們會用cosine 我們會用這個log 我們會用exponential function等等 那在用這些韓式的時候 你必須給它一個參數 那這個參數它可以去計算出來 對應到這個參數它的函數結果是多少 所以例如傳給這個sine的這個韓式 它的參數x是等於六分之π的話 那我們就可以曉得一定會得到二分之一 對不對 那如果說是這個x等二分之π的話 那我們就知道這個sine的結果會等於1 對不對 好 那因此在這樣的一個韓式呼叫裡頭 我們寫成sine的時候 x沒有說它應該是多少 那這種情況的時候 我們說這個x呢 是這一個韓式sine的這個形式上的參數 formal的這個argument 那這個參數又翻譯做引數了 引來的引數 好 那另外呢 這一個可是你要帶進去x的這個數值 例如說這裡的六分之π或者是二分之π的話 那麼這個就是你實際要去計算sine的時候 要採用的變數 那這個變數就是六分之π或者是二分之π等等 那因此光是一個這個sinex的話 這個計算呢 我們就可以考慮到幾樣東西 第一個 這個韓式的這個應用的時候的宣告呢 這個x是一個形式參數 你可以把它替換成為任何一個 這個要進來計算的真實參數 那算完了結果 這個二分之一或者是一這些東西呢 就會傳回來變成一個傳回值 它等於是二分之一或者是一這樣的一個結果 好 那因此呢 這個一樣是這個呼叫這個sinex 那當我們使用這個c-sharp 來這個呼叫一個sine函數的時候 那我們的寫法就是這個樣子囉 好 首先我們宣告一個y變數 它這個內容要由sine6分之π來決定 那我們就知道這結果一定是y等於這個0.5 好 那在我們寫這樣一行敘述以後 那麼當我們的程式這個cpu執行到要執行這一行敘述的時候 它就會去找首先我們看到這個math 那我們講過這個是c-sharp裡面的一些數學函數庫的這個所在 好 那因此計算機呢 它就會去找它的library裡面的math這個class 然後這個class裡頭呢 會宣告一個函式叫做sine 那因此呢math.sine呢 就讓計算機去找到classmath裡面的sine這個函式呢 是預備要來做計算 所以我們這個程式要執行的時候 就會進到sine這個函數的定義裡面去 那當它要進入這個函數定義的時候 那麼它會把這裡的6分之π max.π除以6 這個結果呢 它就是一個真實參數 它會拿這個真實的參數去取代掉 韓式呼叫裡面宣告裡頭的形式參數 那因此它進來這個韓式計算以後 就會把這個x呢換成是這個6分之π 然後就會在這裡面做計算 那這邊計算結完結果以後呢 就把這個算出來的0.5 就return回去給原來的這個地方的這個韓式 把這個寫法的這個部分整個代換成為 你計算出來的sine的6分之π的結果 就是0.5 那麼這個0.5算完以後 再把它assine給double的變數y 因此這個結束以後 那麼這個程式就從這邊繼續往下執行 所以這個是當我們需要使用這些參數的時候 那麼它的基本的概念是這個樣子 那我們現在用一個記憶的方塊圖 來說明這樣的一個過程 好 所以在剛才的例子裡面 那麼這個y等於mass.sinemass6分之π這樣的一個敘述 我們假定它在原來的程式裡面 比如說主程式裡面 它所能控制的這個變數範圍裡頭 y是一個區域的變數 然後在這裡你可以去計算mass.6分之π這個值 那這個6分之π的值算完以後 就是一個真實的參數 那麼這個真實的參數就會跑到mass.sine 這樣一個這一個函式裡面 那這個函式裡頭它的記憶配置裡面 會有一個是儲存形式變數的地方 還有一些是這個函數裡面 它自己要計算的一些要用到的一些變數 我們叫做區域的變數 另外算完的結果會放在這一邊 叫做傳回值 這個傳回值的結果就會被拿過來 然後到這個呼叫的函式裡面 把這個結果的變數放在這個地方 然後取代掉這個函式的這個名稱 然後再繼續計算 好 那因此這一種方式 就是這個所謂的pass by value 這個傳值的這個呼叫的方式 我們會把這個真實的參數注意 複製一遍 把這個真實的參數複製以後 放進這個被呼叫函式的形式參數裡頭 那因此這個函式就可以以這個 已經被真實參數取代掉的 這個形式參數進行計算 那中間計算所用到的變數 就是它的local variable 區域變數 然後這個計算完以後 我們就把它放在一個傳回值裡面 然後它一寫return以後 它就把這個傳回值的內容送回去 給這一個原來這個函式的 這個結果的變數這個地方 然後再進行計算 這樣子情形 好 那因此 這個基本上 這個函式的這個呼叫 當你有引述的時候 就代表說 這個某一些狀況 它可以有一些這個 稍微小修改 它可以又一樣跑這個 一樣的過程 那這樣的一個方式 我們可以使用這個傳值的呼叫的方式 那麼為了說明這個傳值呼叫的這個函式 我們現在舉一個例子來說明 那麼這個例子是這個水平拋體的這個計算 我想可能很多同學有玩這個線上遊戲 那線上遊戲裡面有一種 這個很吸引這個玩家的 就是你可以有你的寵物作記 所以現在假定你是這一個 那個線上遊戲裡面的這個玩家 那你在遊戲裡面 比方說是一個類似這個神雕俠侶裡面 可以做一個很大的老鷹 把拿老鷹當你的作記的這種情況 那因此假如說這個 我們這個要控制這個老鷹 用這個老鷹抓著石頭 然後去打這個地上的某一個這個怪物 打怪 那因此你可以想像說 這個老鷹抓著這個石頭以後 那他就假定他是水平飛 那這個時候在某一個地點的時候 我們這個玩家就要求控制這個老鷹 要他把石頭拋開來 那把石頭拋開來以後 這個石頭就會循著一定的軌跡 然後打到這個地面上的目標 那大家打得中 好多年前據說美國他們做過一個測驗 他們問很多耶魯跟哈佛的學生 他們講說如果你看到一架轟炸機 在你的頭上施放炸彈以後 那這個炸彈會不會掉到你頭上 據說百分之很大比例的哈佛或者耶魯的學生 回答說會打到我們的頭上 好 如果你學過一點物理的話 你就知道這不會是正確的答案 因為這一個炸彈或者是這個老鷹的石頭 當你丟下來的時候 它可以分解成兩個方向的運動 一個是這個原來水平方向的速度 它會維持原來的水平方向速度運動 那另外一方面它會隨著地心引力重力加速度 往地面做自由落體運動 所以這兩種運動疊加起來以後 你所看到的是一條拋物線 那因此當你看到它在頭上的時候 那它保證這個丟下來不會砸到你 因為它會跑到前面的地方去 好 那因此如果我們想要讓這個計算機 呈現出這一個石頭運動的軌跡 那我們這個程式要怎麼寫 那在這個時候 我們可以利用到的基本的這個姿勢 就是這個石頭它在水平方向的移動 是可以利用X等於V0乘以T 這樣子的一個公式來描述 它在Y方向的話 我們就可以把它設定成是 二分之一的重力加速度 再乘以時間的平方 那麼我們想寫的這個程式 它跑起來結果是像這個樣子 我給各位看一下 那打開以後我們建置 那建置以後啟動不爭錯 在我以前的電腦跑的時候 會比較正常一點 那現在它跑的時候 你有看到一個圈圈 沿著這個方向這樣打下來有沒有 我再看一次 你如果不要被那一些閃很快的東西吸引的話 你會其實可以看到一個圈圈這樣子掉下來 再秀一次看看好了 有沒有有一個這樣下來的圈圈 可能這個電腦也許是這個速度太快 我可能還要再調整一些東西 所以如果說想要讓電腦 畫出這樣的一個軌跡的話 那我們可以嘗試著使用韓式的方式 來寫這樣子的一個程式碼 好 我們看一下 這個虛擬碼該怎麼寫 好 我們的目標是要在這個螢幕上面 出現這個拋物線這個軌跡出來 好 那因此呢 這個我們把我們在利用console.rightline 可以控制的這個範圍把它找出來 這要有一點點這個try and error 那我經過測試的結果 ny大概是二十幾 然後nx橫向大概是七十幾 我的講義裡面有記載嘗試過以後的這個數值 好 那因此呢 我們就把螢幕console.rightline 一次可以顧及到的範圍 我們把它設為一個 致圓的二維陣列 我們的螢幕可能是這個樣子 那console.rightline能夠控制的 可能就是這一些它可以打出來的這些字圓 那這個字圓呢 大概這一邊大概是七十一還是七十二左右 那這一邊呢 大概是這個二十幾還是十七 我忘掉了 好 那因此我們希望的是說 當我們程式這個t改變的時候 有一個參數t改變的時候 時間改變的時候 我會希望說一開始的時候 它在左上角的這個地方打一個圈 好 然後等到下一個t的時候呢 它就把這一個圈蓋掉 變成白的 然後在它應該心的位置這邊呢 畫一個圈圈 然後接著在下一個t等於2的時候呢 就把這裡又放回字跟空白一樣 然後再把它的下一個位置呢 再填一個這個圈圈進去 所以這樣一來的話呢 當程式啟動的時候 你大概就可以看到這個圈圈呢 這樣子掉下來 畫出這個軌跡來 好 那因此呢 這個二維的正列呢 我們把它叫做screen 叫做screen 那因此呢 一開始的時候呢 我們把screen呢 都把它定成是空白 設成是空白 好 然後再來 我們就讓t來變動 所以我們剛剛講t等於0的時候 那它應該是在這個00的位置那邊 所以在那個地方 我們把它放一個圈圈 例如這樣的一個東西 好 那因此呢 每一次的這個t呢 我都要去計算說 它x方向移動了多少 y方向移動了多少 然後再把這裡得到的xy 帶到它對應的screen的這個正列裡面 然後把那個地方設成圈圈 好 那設成圈圈當然也要注意 所以你要把前一次的圈圈的地方 把它弄成是空白 把它洗掉 那你如果不把它洗掉的話 你就會看到好像是 長時間攝影的那個結果 然後就所有的這個方 圈圈都會跑出來這個樣子 好 那因此呢 這一個我們的這個虛擬碼裡面 這個x跟y這兩部分 我們就讓它去呼叫計算水平距離的盤式 叫做horizontal distance 那另外一個呢 是計算水平的變化 vertical distance 這一個部分的重點就是在說明 horizontal distance 以及vertical distance 要怎麼計算 那還有一點你要注意的 就是說 我們都習慣使用這個迪卡爾的 這個右手坐標系統 所以會認為說 這個第一個index應該代表x 第二個index代表y 好 可是在這一個用字圓來這個 這個console上面印東西出來的時候 它剛好顛倒 你要先跟它講是第幾行 然後第幾列的那個地方 是要放上一個什麼字圓 所以呢 clean呢 我們得注意到第一個index是它的y的距離 然後第二個這個index 才是它水平方向的距離 然後這個y是往下的 所以它應該結果是用正的 那個y來得到 不是用負的來考慮它 好 那因此我們就可以了解到 如果你想寫一個這一個讓這個圈圈 成一個拋物線掉下來的這一種軌跡的話 那麼我們就要這個在設定 它的horizontal distance還有這個vertical distance 好 那我們可以看 以這個horizontal distance而言 那麼我們要決定它的x 那我們剛剛得到的公式 x是等於這個水平的速度v0乘上時間 所以horizontal distance是x是等於v0乘以t 那算完以後把這個x傳回去 它來取代掉這一個的部分 然後把這個結果再帶進去x這裡 好 那因此呢 這一個為了調整這個函式方便 我們特別給它兩個可以改變的參數 一個參數是v0 另外一個參數是t 那這樣子的話它才可以在不同的t的時候 得到不同的水平的距離 對不對 好 那因此我們得要給它兩個參數 一個是v0 一個是t 好 那再來是這個垂直的這一個運動 那麼垂直的運動的時候 它一樣需要有兩個參數 一個是重力加速度 一個是t 那因此這個時候我們可以利用垂直落體的方程式 寫出y等於0.5乘以g乘以t乘以t 這個算完以後把這個y給傳回去 好 在這裡呢 這個我稍微要提一下 就是說這個我們寫這一些 這個模擬的這些程式 一般來說有兩種這個approach 那第一種approach 是要力求其逼真 也就是這個學術上面的探討之類的東西 我們務必要求這個東西跟實際的物理現象一致 那這樣子你才可以利用這一些函視程式 就是來這一個設計這一個工程 或者是這一個計算某些物理上需要的 這一些參數內容等等 好 那這是一個方向 那另外一個方向呢 則是在這一個計算機圖學的環境 或者是遊戲的環境裡面 力求它的這一個畫面好看 所以這一個我們現在的這一個 這一個老鷹的這個拋石頭的這一個概念呢 如果我們這個力求其真的話 我們的這個機可能就要把它代換成是 這一個9.8m per second square 然後這個v0可能就是調整成是 一秒鐘這個老鷹大概飛多遠之類的去計算 那麼這樣的一個做法的話 是要求其模擬的結果符合實際的物理現象 好 可是如果你把這一個 這樣子的這個實際的物理數字帶進去以後 那麼你會看到你的畫面上什麼東西都沒有 因為這一個跑出來的這些數值 在圖形上面看起來不好看 或者說是太快 根本不行 那麼因此在這一個裡面 我們經過嘗試的結果的話 我們可以釋出來說 這個G大概設定成是0點幾 0.3吧 然後V0大概設定0點幾這樣子 然後用這樣的一個參數進去以後 我們就可以看得到這個球這樣掉下來 好 那因此這個就是說 依照你的這個問題的這個需求 然後我們可以寫這個不一樣的這個程式的這個approach 來達到你的這個要求 好 那事實上這個我會有這樣一個感慨 也是這個 我大概這個二三十年前的時候 我們跟這個資訊系的老師合作 我說我們懂這個電磁理論 為這些這個物體的散射這些東西 我們都有辦法可以計算 那他說 那這個剛好這個計算機圖學裡面 他們發現這個金頭髮、黑頭髮這些很難模擬 所以你在這一個畫面上看到的時候 這些頭髮的效果都不好 那是以前 現在的那個遊戲已經做得很厲害了 就不一樣了 我說OK 那好 我們就假設 這個頭髮是大概多細的這個圓柱體 然後用這個某一個光的電磁波去照射 然後它產生的這個出來的影像的亮度 應該多少什麼等等都算出來 算出來以後呢 這個我們就投計出去投稿了 投稿了就說你這個圖根本不能看 所以就把我們退稿了 所以這表示說這個 如果你所投的這個 所謂你注重的是在這一個不同的這個方面的時候 就要特別注意 所以你可以看到那個市面上有一些書 就叫做這個遊戲中間的物理世界的模擬方式 對不對 所以有專門的書在講說 這一個在遊戲裡面 你可能在做這一個類似物理現象模擬的時候 那你該怎麼去寫這樣的一個程式 那有這樣的東西 因為那個你所看到的那些東西 都其實是這一個幻想中的這個世界 所以在幻想中的世界 你要讓它的這一個畫面 這個看起來很炫或很好的話 那你的這個物理不能夠完全照抄現實的物理 那當然另外一回事是說 如果你要設計一個讓醫生開刀的時候 可以準確定位這些器官位置等等的這種圖學程式的時候 那就要弄得很準 所以這個是不一樣的這個要求 OK 好 那因此這一個我們的程式 剛才的虛擬碼 那我們就轉成是這樣子的C-Sharp的這個程式 你可以看到ScreenYX把它弄回來是空白 然後你如果把這行刪掉的話 或者把common掉的話 那你在螢幕上應該會看到它留下來的軌跡 還有這個地方有一個叫做Console.clear 那這個Console.clear的意思就是說 你如果沒有加這一行Console.clear的話 它每次寫一行的時候 它整個這個螢幕 你每一次在這個Right Line的時候 螢幕會往下跑 所以它就沒有辦法維持原來的這個Screen 這個意思也就是說 我們如果有一個Clear在那裡的話 那就表示說 當我寫完這一個圈圈以後 我把這個整個清掉 然後這個螢幕它的坐標 還是跟原來的電腦螢幕是一致的 那如果你沒有做這件事情的話 那會發生什麼情形呢 就是這個印完以後 那整個螢幕就會往下跑 那個一行一行的東西會往下走 所以這個就有問題 加一個這個clear以後 可以有這樣的一個效果 可以讓它保持在原來的地方 清楚的這個動畫的這個呈現 好 那這個大概是這樣的一個概念 那我們可以看到呢 所寫的函式呢 當我們轉乘式函式的時候 它變成是 你輸入一個Double的V0 還有一個整數T 那因此我們就可以利用 x等於V0乘以T 算出一個Double的數值 好 但是呢 我們的這個畫面 它的解析度 那個是只有到整數 因此呢 這個x呢 它這個Double的數字 我們要把它的小數點給切掉 那因此就在這個x的前面 加一個int瓜糊這樣的一個說明 把這個x裡面的這一個內容呢 轉成是整數以後 然後再return回去 好 所以這個是horizontal distance 那麼這個vertical distance呢 也是一樣 那就是把這個y等於0.5乘g 乘t乘t乘t以後 然後再轉成是integer 然後再傳回去 這樣的一個結果 好 那因此這個就是傳值的 這一些函式的這個呼叫 還有這個撰寫 那我們可以看到就是說 在這個韓式的宣告 這個形式參數這個地方 形式參數這個地方呢 我們就是預備有這個形式的參數 然後我們這個需要的時候 就帶這個真實的參數進去計算 那接下來呢 這個我們看另外一種 這個參數的這個應用的這個方式 那這一種這個參數的應用方式呢 我們把它叫做傳值的這個函式 那在英文就是說 Parsing by address 就是說你傳送的並不是這個參數 真實參數的這個複製的數值 而是這個真實參數的這個地址 所以當你把真實參數的地址 傳過去到這個韓式裡面做計算的時候呢 那麼它就會對你原來地址的這個變數 採取這個就會產生改變 那我們來看一下這樣的一個例子 好 那麼這是一個 我們在流程控制那一章的時候 我們提到這個歐基里德方法 求最大公因數 對不對 那在這個歐基里德 這個求最大公因數的這個部分呢 我們利用這樣子的一個三個敘述的過程 來交換X跟Y 對不對 然後可以確保X一定要比Y大 然後我才好應用這個歐基里德的輾轉相處法 來求出它的這個最大公因數 對不對 可是我們可以想到說 這個交換兩個整數的這個概念 好像還滿有用的 而且搞不好會在好幾個地方都用得上 那我不如把這個交換X跟Y的這件事情 我把它寫成一個函式 然後可以在其他不同的地方來應用 那因此我們就宣告一個函式叫做swap 那麼它所要交換的對象是X跟Y 所以我們給它一個這個參數 integerX 以及參數 integerY 那在這裡面就來交換X跟Y這個樣子 好 那因此這個是我們的函式 那我們的主程式裡面 我們的寫法就是原來是int x等於3 int y等於5 那這一邊本來我們是直接把這三個敘述放在這裡 然後交換X跟Y 然後這個做完以後 我們使用debug.assert來確認說 這個敘述執行完了以後 X應該等於5 然後Y應該等於3 對不對 因為這兩個應該已經要被交換了 好 但是你實際去跑以後 發現程式執行到assert這個地方就錯掉了 那這個錯掉了 然後跳出來結束 所以這代表說這一個它執行到這一行的時候 這個條件不能成立 這個條件不能成立什麼意思 就是說X並不是5 然後Y也不是3 那所以在這個地方程式執行到這裡以後 程式碼會跳出來 變成一個exception 那因此這個它告訴你這裡的assert錯掉了 好 可是如果我們把這個地方 這個函式呼叫這個地方 我把它改成這三個敘述進去的時候 你的程式可以順利的跑完 沒有問題 所以這到底中間問題出在哪裡呢? 我們在這個swapping integer的時候 它所以這一個用這種方式去交換X跟Y 沒有辦法把它換成功 它的原因是這樣子的 我們看一下這個圖 這裡是主程式 主程式的這個地方 它的記憶是這樣子的 然後裡面有一個X 有一個Y 這個主程式 這個main 然後現在這邊呢 這一個swap的這個function 那swap function裡面呢 它有一個我們講過的 就是形式參數 這個形式參數也叫做X 這個也叫做Y 那因為這個swap這個function 跟main這個function呢 是互相獨立的這個函式 所以這裡我可以有一個X 有一個Y 在主程式裡面也可以有一個X 跟一個Y 那這兩邊是互相獨立的 不用管它 好那現在當我們的主程式 執行到說 我們想把這個X跟Y交換的時候 也就是說 當我們想要把X跟這個Y 來交換它的這個內容的話呢 那我們去呼叫swap 那麼呼叫swap的時候呢 那麼它我們現在的這種做法呢 是這一個你呼叫它的X跟Y嘛 對不對 好那因此呢這時候它會把這裡的X 複製一份的內容放到X這邊來 然後把Y的內容複製一份 弄到這邊來 好那因此呢在swap裡面 這裡頭呢 來進行交換的時候 它所交換的是 在它local這個地方 它的這個形式參數的X 跟形式參數的Y內容交換 所以它會在這邊把X跟Y交換 所以當它在這邊X跟Y交換完畢以後呢 再回到這個主程式 因為這是一個void的這個function 所以當它回到這個主程式的時候呢 這裡的X跟Y交換呢 只在這個swap裡面的這個 這個參數裡面在那邊進行而已 那因此當你這個回過來這個 執行完畢 把XY交換完畢以後 回到這個主程式的時候呢 這裡的X還有這裡的Y呢 完全不受影響 所以呢在這個地方 它的XY的結果交換以後 它並沒有真的把這個X跟這個Y交換 所以這個就是剛才的這個程式碼 發生問題的這個主要的這個原因 好 那因此你也可以想見 如果說是這一個 我們沒有用這個function 而直接在這個man裡面 寫那三個程式敘述去交換X跟Y的話 那這就沒有問題 它會把這邊的X跟Y交換 沒問題對不對 好但是因為我們現在呢 是使用傳值 pass by value的方法 把這一個真實的這個參數呢 copy一份 然後送到這一個 函式裡面的這個形式參數 所以呢在這個function裡面 它實際上運作的是這一個形式參數 所以它是實際在運作這些 這個形式參數 所以它雖然把形式參數的X跟Y交換了 可是因為形式參數的X跟Y 跟原來的X跟Y呢 它只是一個 從真實參數複製一份過來而已 之後就沒有什麼關聯了 那所以呢 當我們這個swap執行完畢 回到這個主程式的時候呢 那麼這裡的X跟Y就並沒有交換到 好所以這個是我們提到的這個pass by address 在處理這一類的問題的時候 那麼有這一種這個困難 好 那因此如果我們要解決這個問題的話 怎麼辦呢 那早期的這個程式語言 大概這個要嘛就都是這個pass by address 要嘛就是pass by value這樣的情形 二者兼一 那我們現在的這些比較先進的這些程式語言 多半這個同時採用兩種這一個參數的方式 那但是這兩種參數的方式都可以存在 你要依照你的實際的這個需求來使用它 好 那如果你要這一個讓韓式呢 它所交換的這一個X跟Y呢 就是原來呼叫程式裡面的X跟Y的話 那麼只有一個辦法 就是說你要告訴這個韓式 我送進來的X它的地址是在哪裡 然後Y送過來的地方它的地址是在哪裡 所以你送過來的東西呢 變成是X的address還有Y的address 那所以呢在swap裡面進行的時候 它交換X跟Y的時候呢 會依照這個地址去找到原來的變數的位置 還有原來的Y的變數的位置 它會去找到這樣子的這個位置 然後當它交換X跟Y的時候 它實際上交換的是透過這個address 所對應過去的這個變數的內容 那因此如果我們在swap裡面 調整交換這個X跟Y的時候呢 它事實上是依照這個形式變數裡面 所儲存的地址 然後回過去找這個所對應的這個參數 然後再實際的改變這個實際參數所對應到的這個變數 好 那因此如果你要這個計算機 要做這一種以這個地址來做運算的時候 那麼你傳給它的這個參數 在這個呼叫的時候 以及這個韓式的宣告裡面的地方 我們必須加一個字叫做reference ref 對不對 這裡 ref ref x r v y 好 然後這裡呢也是 ref 然後 integer x ref integer y 好 這個reference呢 就是前面所說的reference的這個意思 那reference的話我們之前提到過 就是代表某一個記憶位置的這個內容 那因此這裡寫一個ref x 代表說我們傳過去給swap的呢 是這個x位置的參考 以及y這個位置變數的這個參考 那所以在後面交換x跟y的時候 它就會直接根據這個地址 然後來交換正確的變數的這個內容 為了證實這一點 我們把這個程式跑一下看看 可以看到現在這個程式是正確的版本 所以來我們跑一下看看 我們先建置 然後那個啟動不爭錯 所以程式順利結束 那表示這個debug的advert沒有發生問題 好 我們現在把這個ref這個字眼把它拿掉 那當我們把這個reference的東西拿掉以後 我們重新建置 好 然後我們啟動不爭錯 好 那你看 所以這一次我們就發現電腦出現了一個exception 這個exception裡面有沒有注意到 它提到的是說這個exception是發生在programs.cs裡面的第18行 所以我們看一下中指以後 我們來看一下第18行是什麼 第18行就是這個debug.advert 所以代表說程式執行到這裡的時候 我們預期x應該是5y應該是3 可是結果沒有 沒有 所以我們就曉得這裡的xy並沒有交換過了 假如你還滿ticky的話 那我們在函式這邊加一個中斷點 看看說這個函數它有沒有把f跟y交換 重新建置 然後我們徵錯 那現在這個程式進入了這個function swap 你可以在這個地方看到 我們現在進行的是swap initio x,initio y的這個徵錯 好 那在這裡面它的變數是哪些呢? 我們可以打開它的這個自動變數 然後我們可以看到x是3,y是5 那意思就是說我們把主程式裡面的x的3 跟y的5複製一份到這邊來 所以在這一個swap裡面 它的期次參數x它現在的值是3 然後y是等於5 就是接收了這個呼叫程式裡面的x跟y 好 那我們來看一下它會不會走完這一步 然後變成x跟y會不一樣呢? 我們來看一下 那我們這個時候就使用徵錯 然後不進入函式 你可以看到當我們把這個函式走完以後 你可以看到temp等於x 然後x等於y,y等於temp以後 然後它的結果你可以看到temp是等於3 然後y是等於3,對不對? y等於3,然後x等於5,對不對? 所以x等於5,y等於3,對不對? 那的確有把這個x跟y交換回來 所以當你這一邊結束的時候 你這裡的x跟這裡的y的確交換了 你從偵錯器上可以看得出來 好,那我們現在再回到這個主程式 所以我們偵錯不進入函式 因此它就回到這個主程式來了 回到主程式的時候呢? 你看一下這時候的x跟y 這時候的x是3跟5 跟原來一樣沒有改變 沒有改變 那所以這就表示x跟y它雖然在這個function裡面 是真的換過來了 可是這裡交換的x跟y 只在它的形式參數裡面運作 它沒有辦法回過頭來改變原來這個calling function的x跟y 所以我們必須使用這個reference的概念 那麼讓這個程式碼知道說你要改的東西 是利用這個地址來運算的 所以我們可以加進去reference x 這個reference y 然後這個底下的swap這裡呢 同樣有這個reference的integer x reference的integer y 那我們就啟動不偵錯好了 那個要重新建置 那重新建置呢? 我們依照剛才的方式 用這個debugger重新跑一遍 我們看一下 我們開始偵錯 好 那麼它進到了這個函式裡面 那在這裡你可以看到x是等於3 然後y是等於5 沒錯 因為還沒交換 好 那接下去我用這個偵錯器 不進入函式走一步 走一步 再走一步 好 那所以x跟y這個執行完了 那你可以看到這時候的x跟y是多少呢? 我們看到x變成5 然後y變成3 的確也換過來了對不對? 換過來了 那換過來了以後 那原來的主乘式裡的xy有沒有被交換呢? 所以在這裡我們就再走一步 你也可以用跳離函式 跳離函式就是說 這函式你已經知道沒問題了 你要提早把它跳出來 不用一步步走 那也可以 好 我們看一下這裡 它回到這邊以後主乘式了 你可以看到這一邊它有秀說 現在是處理主乘式對不對? 那主乘式裡面的x跟y 它就是5跟3 已經換過來了 所以當我們繼續走下去的時候 它的這個debug的advert 是可以輕鬆的通過 就沒有問題了 好 所以這個就是所謂的這個 傳指呼叫 pass my address 這個乘式 它的這個寫法 那你必須使用這個傳地址 傳reference的這個方法 來這個達到說 你所處理的是真正的 這個原來的變數的這個變換 好 那接著我們可以看到寫這個 歐基里德的轉轉相處法的時候 我們是把整個程式寫在一個主乘式裡面 對不對? 所以你在這個主乘式裡面 先做檢查了f跟y的大小 然後做兩個交換 然後再來就是把那個歐基里德的演算法 把它寫出來 所以整個東西全部都在同一個 這一個主乘式裡面 好 那但是呢 這個我們現在有了函式以後 我們有了function以後 之前所學到的這個所有東西寫成一個 主乘式的這種做法 我們可以做一些改變 什麼樣改變呢? 第一個 我們可以把歐基里德 輾轉相處法的整個演算法 把它變成一個function 這個function你就叫它GCD 就是Greatest Common Devices 最大公因素 好 因此如果你能夠把這個 輾轉相處法的演算法 寫獨立成為一個函式以後 那麼我們就可以把我們的程式 寫成這個樣子 那麼在執行正式的 跟使用者互動的程式之前 我們可以先利用DebugExert 檢驗GCD的function 它在這三種測試的情境之下 答案是否正確 在我們講flow control 講這個輾轉相處法的時候 我曾經跟各位講說 你可以使用這個Excel 然後根據你所寫的這個演算法 以這個Excel來做這個直筆追蹤 然後得出一些scenario的 這個應該有的這個結果 所以我們就可以曉得說 如果等一下能夠寫出這個GCD方權的話 那麼它在15的情況之下 它應該傳回1 那如果是12、18的話 它應該傳回6 那麼是73的時候應該傳回1 好 那因此你就可以看見 GCD這個轉成是一個函數形式以後 那我可以在程式裡面去要求說 它這個每一次你有任何修改的時候 你就讓這些函式的測試重新跑一遍 那因此這些測試的結果 跑完都沒問題以後 才進入互動的這種正式的這個情況 好 那我得承認說這個這樣子寫的確是有點累贅 而且每一次跑程式的時候 全部把所有的這個test全部重新跑一遍 也不見得是必要的 那但是在初期的時候我們可以這樣做 那而且這個接下去 這個我們還會介紹的一些 這個種種的觀念 可以讓我們說這個 不在這個地方弄這些assert 但是也可以把我們的這個測試的情境的測試 給它完成 那這個我們後面再講 好 那我們現在就是說 好 那我現在想要把這個幾個禮拜前 我們的這個最大公因數的輾轉相處法的 這個演算法把它獨立成為韓式GCD 好 那因此這個我們現在這樣寫 就假設我們已經有了這個韓式GCD了對不對 那GCD該怎麼寫 我們可以看到 那它需要的S跟Y 那這裡你就要思考說 我需不需要pass by address 那接下去我們看一下 這裡的GCD呢 它的主要目的只是傳回最大公因數就好 而且S跟Y它在進行輾轉相處的時候 它並沒有必要去改變原來組成是這裡的S跟Y對不對 因此我們的GCD它的參數只要設為pass by value就可以了 那pass by value的另外一個好處就是你在輾轉演算的過程裡面 你的X會跟Y跑完的時候會跟原先進來的X跟Y不會一樣 所以例如這裡的12跟18 當你跑完以後這個X變成6對不對 所以這個就不會跟原來的12跟18一樣 好 可是因為你是pass by value 這裡的X跟Y因為是pass by value進來 所以這裡面不管你怎麼改 都不會影響到這個原來這裡的X跟Y 但是如果說這個X跟這個Y 這一個大小顛倒而不是X大於Y的話 那這個後面的這個輾轉相處就不靈光了 那所以在這裡我們就特別檢查一下 如果X是比Y小的話我就呼叫swap 把剛才講的這個韓式swap 然後把這裡的X跟這裡的Y交換 注意這裡的X跟這裡的Y所代表的是GCD的形式參數的這個地址 所以還是跟這裡原來的X跟Y無關 所以這個是你寫這一個韓式的時候很好的一點 你要特別要隨時注意說 你的韓式有沒有這個意外的去改掉了原來的這個變數 那在這裡我們在這邊可能對X跟Y做很多的這個處理 使得它最後的X跟Y會跟原來X跟Y不一樣 因此我們在這裡就採用pass by value的結果 好 那所以這個第一步就是要先檢查X有沒有比Y大 那如果X比Y小的話 我們就交換X跟Y 那就用呼叫我們剛才所寫好的這個swap方法就可以了 然後後面這裡就是原來我們所寫的輾轉相處法的結果 我們把它變成這個樣寫成這個情形 好 那因此這樣做了以後我們的swap 就是把剛才那個拿過來 試著跑過這樣的一個function 你可以查一下這個我們剛才的這個講義裡面 它的這個第六章的範例裡頭 有一個叫做Eucaly的這個專案 你把它打開就是這個程式 你可以跑跑看 那這個結果應該就是對的 因為有這個韓式的這種觀念 所以它的這個參數的這個傳遞 那麼基本上是有一種傳職跟傳職的方式 傳統上是這個樣子 好 那現在呢 這個在csharp裡頭呢 它又增加了一種這個呼叫程式跟被呼叫程式之間 它的這個互動又增加一種新的叫做out的這種參數 所以本來只有這個傳職的參數就是複製一份 傳職的函式就是傳送reference 那現在還有一種參數呢 叫做out的這個參數 那out的參數是怎麼樣呢 好 看一下 我們剛剛所看到的這些function 那個基本上它要嘛就是傳回一個這個數值 要不然就是void 對不對 好 可是有的時候呢 我們這個韓式計算的時候 它會算出兩三個以上 我們想要得到的這個結果 那這時候你沒有辦法用return 除非你把這幾個這個參數合併成一個 例如叫做structure 我們後面會交的東西 那就可以 否則的話呢 這一個你想要在這一個一次的這個韓式呼叫 完成好幾個參數的這個計算的結果傳回來的話 那麼你用我們先前的傳職的方法 就沒辦法做到這一點 所以就為了要能夠同時這個傳回好幾個這個參數的變數的話 那這個時候你可以呢 這一個在它的參數裡面 那麼把那一些需要傳回的變數都設定是reference 那這樣子的話呢 你在這一個韓式裡面所算出來的結果就會自動送回到這個呼叫韓式裡面 相關的這些變數的這個地址那一邊 好 所以這個是如果你有好多個變數需要處理的 需要傳回來的時候 那麼利用傳職的方法是不妥當的 因為你沒有辦法傳回好幾個這個return的結果 那所以這一個你可以使用傳職的方法 傳職的方法的話 那因此它算出來的結果 就直接放進去這一個你所設定的這一個變數裡面 好 那但是呢 這一個這種方式在應用的時候 那有幾個這一個不妥的地方 第一種不妥的地方就是說 這一個你為什麼要使用這一個傳reference的方法 來得到這一些傳回值 那它跟我們前面 例如swap這一種東西 想要這一個改變它的內容而傳遞值這種方式 意思上它的功能上的想法其實不太一樣 所以這個可能會產生對程式的誤會 這是第一個 那第二個的話呢 就是這個當你使用這種傳值的這個參數的時候 那麼你在這個呼叫之前 你必須要先設好這個參數的initial value 初值要設多少 那如果說這個我們不喜歡 或者邏輯上來講 也不太應該有必要去設定這個初值的話 那麼我們這時候就使用所謂的out的這個參數 比較這個有利 而且那個你程式很容易看出來說 哪些變數是這個函式傳回來的這個結果 好我們現在就舉一個這個例子給各位看 那麼在這一個範例裡面呢 這一個我們呢 這一個假定有一個這個函式呢 是叫做get area and parameter of square 就是取得一個長方形的面積跟周長 那因為這個時候我們需要得回來的結果呢 是面積跟周長 所以這個面積跟周長呢 我們第一種辦法是採用past reference的方法 把這個area1跟parameter1 這兩個變數都宣告好了 而且設定它的初值 然後之後才去呼叫這個function 這個function呢 因為你要得到面積跟周長 而且你的面積跟周長不是從這個return那邊來的 所以這裡我們就使用一個void的這個函式 然後用一個動詞片語來說明這個函式的用意 好 那因此從這個函式的名稱用意 我們知道我們給它一個正方形的邊長 然後去得到它的面積以及周長 好 那因此如果這個正方形的這個邊長是5的話 我們的area1應該等於25 然後parameter1應該等於20 就是邊長是5的時候周長就是20對不對? 所以這是第一種 如果你要同時獲得兩個以上的這個計算結果的話 我們可以使用這種call by reference的方式 你要幾個回來的這個結果 就可以設幾個reference的這個變數傳回來 好 但是我剛剛提到過 如果你這樣寫是你想傳回來的這個東西 還是因為你怕像這個swap那個樣子 沒有辦法真正交換的這些 真正處理這些裡面的nail 那我們這個不知道 則是知道你是用pass by reference方式 在寫這個function 好 因此如果我們講說這個area2跟parameter2 它就是要從呼叫這個函式以後 才能夠決定它的值 所以你在宣告它這個變數的時候 你不必要去設定它的初值 好 如果是這種情況的話 我們這個時候就使用out 而不使用reference 所以當你使用一個out的時候 這意思就是說 我們在這個function裡面 我們可以算出正方形面積跟周長 然後利用area2跟parameter2傳回來 那它是會在這裡面才會產生 所以我在凸叫的程式裡面 用不著去設它的初值 那這樣子的話是比較有利 而且這個程式看得出來比較容易懂 所以我們可以採用這個方式 好 那因此呢 這個時候你的function裡面的寫法 這個reference的寫法 我們就知道了 那out的寫法呢 就是這個樣子 就是out area跟parameter呢 在這個韓式的這個參數裡面 形式參數裡面 已經放進這個東西了 所以在韓式的這個區域變數裡面 你用不著再去宣告area和parameter 好 因此呢 這時候我們在這個function裡面 就是拿這個a相乘以後 把它放到area去 然後把a乘以4以後 放到這個parameter裡面去 那因為這兩個形式變數呢 都宣告成是out 因此這兩個結果就會送回去呼叫的主程式裡面 好 所以這個是我們需要使用這個多個傳回數值的時候 使用這個out的這種觀念 是比較好的一個寫法 好 那這個就是關於out的概念 再來這個部分 那有一點點跟我們前面討論正列的assign跟copy的時候一樣 你必須這個有這個我們提過的這個heap space的這種記憶的這種觀念 然後來這個討論它會比較這個容易了解 等一下來看一下 好我看一下就是說 有可能我們剛剛看到的這個函式 它的參數的這個傳遞呢 大部分都是簡單的變數 要嘛是integer 要嘛是double或者flow等等對不對 好可是有的時候我的這個函式本身 我就希望說傳進來的是一個正列 然後我們要對這個正列做一番處理 或者說我的這個程式 這個函式執行的差不多的時候 我們所處理的這個結果 我們也希望它以一個正列的方式 傳回給原來的這個呼叫的函式 那這個時候我們就要特別注意 這個函式這個正列它的這個記憶分配的時候 它的這個概念 好我們複習一下 一維的正列記憶的動態配置的觀念 也就是說每一次你宣告一個 例如int中瓜弧p等於new 然後int5的時候 那麼它會在這個heap space的地方 呼叫這個作業系統 然後讓作業系統呢 清出一塊五個整數的儲存的區域 然後把這個區域裡面的開頭的地址 當作reference存在這個stacked memory裡面的p的這個地方 所以這個是一維正列的這種方式對不對 所以這個地方我們來看一下 函式傳遞的參數有可能是我們剛剛提到過 有三種這個情況 就是pass by value 傳值 pass by address 傳值 還有這個out 三種方式對不對 好那因此這個三種方式 我們可能要來處理相對應的這個矩陣 或者是正列 好那因此呢這個傳送的這個參數呢 它可能第一個也許是一個正列裡面的元素 那是正列的元素來傳 可以 那第二種可能呢 是整個這個正列就當作這個參數來傳送 那這幾種我們把它算一下它的排列組合的話呢 一共有六種狀況 六種狀況 傳的是矩陣的元素還是整個矩陣 整個正列 然後呢你是pass by value 還是pass by reference 還是使用這個out parameter 那因此對於這個元素有這三種可能 那麼對於這個正列直接傳遞 也有這三種可能 那我們來看一下它的這個結果 分別應該是什麼樣子 好首先我們來看的是 就是p它等於12345 所以就代表它這裡面是12345 放在這個位置裡面p OK 好 再來呢 我們把p直接assign給這個pcopy 那這個就很清楚 那就是我們呢 就是等於設定另外一個正列的變數 叫做pcopy 那麼pcopy裡面所儲存的就是p這個正列的reference 那麼因此這時候p跟pcopy指到的是同一個區域 所以pcopy它也是12345 然後p也是12345 OK 再來這三種情況 那第一種呢 是task array element by value 所以參數這個地方寫一個integer x 所以這進來就是這個x 然後在這個函式裡面把x乘以2 然後結束這樣的一個function 所以我們可以知道 在這裡面所做的事情 是把席式參數乘以2 所以這個是by value的時候乘以2 再來一個是這一個by reference 好 所以我們這邊有一個reference 那這裡面也做同樣的事情 把x乘以2 一樣的情況 好 那我們再看第三種情形呢 是把p2丟到output parameter這裡 那麼在output parameter這裡呢 我們看到它是直接令x等於3 OK 好 那因此你要注意是 這時候這三個high function 他們呼叫的結果分別是多少 好 我們看一下 首先這個p2是哪一個 3 對不對 p0 p1 p2 所以這個是3 對不對 好 那我們因此曉得 在呼叫這個函式的時候 真實參數是3 好 那我們進到pass by value這邊 真實參數是3 來代換這個形式參數x 所以在這個函式裡面 它的形式參數x是等於3 那因此它在這裡 把這個形式參數的x乘以2 我們得到6 得到6 所以這時候x等於6 好 但是這個x呢 它的位置跟原先我們輸入的這個p2 這個位置不一樣 不一樣 所以在這個pass by value這裡 雖然我們把x乘以2 但是它原來的這個p2的內容不會改變 因為沒有被乘以2 為什麼 因為它傳給這個函式的呢 是它的數值的複製 所以就把它的複製3弄過來 那因此這一乘以6的結果 是把形式的這個參數做了改變 但是對於原來的十指參數沒有影響 所以這個地方它所得到的傳回來的值 還是等於3 不會變 還是等於3 好 那再來第二個 那如果是by reference的話如何 所以這邊加一個reference 那如果是by reference的話呢 那麼意思就是說 我們把p2那個位置 傳給了pass arrayelement by reference 這個函式裡面的形式變數 那所以呢 它的形式變數呢 它就對應到原來的 實質變數的這個地值 因此呢 我們在這個地方 把x乘以2 就會把原來這個位置的這個x呢 改成是原來的兩倍 所以呢 這個我們可以看到的是 這個function的呼叫 它所得到的是這個3的兩倍 所以當你這個函式呼叫完畢以後 這個位置的這個內容 已經變成了6 所以這時候p的內容就是 1 2 6 4 5 OK 好 這是covar reference的關係 好 那再來呢 如果說我們使用這個out的話 好 那不管你這個p2 這個之前有沒有指 反正他都可以去know 好 那因此呢 我們去看一下這個out的這個部分 那out這一部分的話呢 它傳過來的其實也是x那邊的地值 所以你在這個地方 把x定為3以後 那這個3的結果呢 就會來取代這個地方這個變數的內容 那麼因此我們就原來這裡已經變成6了對不對 因為經過這一步以後 它已經變成6了 可是再經過這一步以後 它又變回來3 因為它在這個函式裡面 它把這個相對應的x的東西呢 變成是3 那所以這個傳回來的結果呢 就是等於3 因此這一步結束以後 p的值又變回了1 2 3 4 5 好 那接下來我們再來看 複雜的來囉 那如果說我們把整個p 用pass by value的方式傳送的話 會是如何 好 所以如果我們把這個p1 2 3 4 5 傳到pass array的這個地方的話 這個時候呢 我們注意到它是傳過來的東西是什麼 它傳過來的東西呢 事實上並不是整個這個正列 不是整個正列 而是這個reference而已 只有這個而已 那麼因此在這個地方 如果是呼叫是pass array by value p的時候 它事實上它的真實的 就是這個實際的這個變數 實質的參數呢 是這個p這個位置的reference 好 那因此呢 這個pass by value的這個結果呢 它所送過去的就是那個reference 那麼那個reference呢 於是就進到這邊來 那在這裡呢 我們就把裡面 a裡面的元素的內容 因為你傳過來是那個地址嘛 對不對 所以就把裡面的內容呢 都乘以2 所以這就代表說 這一步結束的時候 那個p的內容呢 變成了24680 OK 好 可是24680結束以後呢 這裡的a呢 又做了這一步 就是把它產生一個新正列 它的是789 所以這個時候呢 這個作業系統會另外再產生 這個三個變數的這個區域 789 然後把這個內容呢 assign給這個a assign給這個a 好 可是你要注意的是 它傳過來的這個東西 是reference的copy 了解嗎 那因此呢 做這個部分的時候 它是把這個reference copy一份過去 copy一份過來 所以呢 當我們做內容元素 乘以2的時候 它所指的位置 就每一個都會乘2 所以這裡就變成了2 4 6 8 10 但是呢 下一步這裡呢 表示說 我要求作業系統重新再開一個 這一個三個元素的正列 789 然後把那個initial的這個reference呢 放在這個a裡面 注意這個a呢 事實上是一個原先這個東西的copy 也就是在它的這個形式參數的這個區域裡面 所以這樣做的時候 是改變它的形式參數裡面的這個a的這個地址 那因此呢 它會跟原來的a這個正列無關 所以當我們呼叫結束的時候 a的元素乘2 但是呢 新的這個正列的這個結果呢 不會去取代掉原來的真實參數的p 那因此呢我們可以看到的就是說 這個pass array by value 這個東西執行結束的結果是什麼 是p變成了2 4 6 8 10 可是這個時候的p跟這個p copy 還是指著同一個地方 那並沒有被剛才那個1 2 3的那個新的正列取代掉 沒有 因為那個1 2 3的那個正列呢 是另外在弄一個區域 那它不會去影響到原來的正列 好 所以這個是如果你把這個正列當做這個value 直接pass的話 它會是得到這樣的結果 所以這裡這個也可以通過 好 那下一個 如果我們把正列直接用reference 直接傳過去的話 那又是如何 好 那這樣一來的話呢 我們假定它還是執行一樣的工作 這時候進來的是p這個step 這個東西它的地址 這個東西的地址傳過去給這個函式 所以這個時候你的形式參數裡面 它所對應到的就是真正的原來的正列的這個位置 好 那因此這個時候我們讓它把所有的元素都乘以2 那就使得原來的這個p的這個正列的內容變成4 8 12 16 20 所以這裡把它的p的內容又乘以2 可是接下來這一步呢 是要求說作業系統另外開一個正列 它是7 8 9的內容 並且把reference傳回給a 那麼這一次因為這裡所傳進來的a的位置呢 是真正的原來p正列的reference 所以它在這個地方它就會變成新的7 8 9這個正列 它的這個reference 所以當你談試結束的時候呢 p正列p正列就變成了7 8 9 好 所以這個時候這一步執行完畢以後 這個p呢就指到這個7 8 9過去了 7 8 9過去了 那這個7 8 9指過去以後呢 那這時候的p copy它並沒有被影響到 因為你改變的是p的這個所指的東西 而p copy還是指著原來的這一個4 6 然後這個多少這樣子 就是剛才已經結束那個結果 所以這時候我們exert p跟p copy是不等的 的確 因為這時候p指到的是新的7 8 9的區域 而這個p copy呢指的是原來這個p的區域 而且內容已經又改過了 好 那最後呢 這個如果說我們把p弄成是out的話 這個時候也一樣 這時候就是直接在這裡面呢 重新開一個這個正列的位置 然後把這個a給傳回去 所以這個時候我們的這個 最後的out permit這裡呢 它這個輸出的結果p會回到原來的1 2 3 4 5 OK 好 所以這個是稍微有一點點這個複雜的 但是只要你把這些地址還有這些空間 這些觀念弄清楚的話呢 就不會有問題 接下來我們要討論這個上個禮拜 我們已經這個學到的這個二維正列的這個範例程式 那為了說明這個程式呢 我們把這個上個禮拜的array的那個內容部分呢 我們拿出來看一下 上個禮拜我們介紹了二維正列的這個觀念 那我們舉的是這樣一個例子 我跟我的同學他們在計算機概論 以及計算機程式設計裡面的這個成績 然後呢我們分別計算了這個全班的平均 在每一科目的全班平均 以及每一個同學他的這個學期的這個個人的這個總平均 那這個程式呢 我們把它叫做這個array2d array2d這個樣子 然後我們在上一次呢 這個我們看到了過程中大概就是這個樣子 我們設定這些正列裡面的數值以後 然後呢分別設定個人的成績是一個一維正列 每一個科目的學習成績平均 是一個正列這個樣子 那然後呢我們再寫了一個這個兩層的這個for loop 來計算每一列的這個平均 也就是每一個同學的這個學習總平均 那以及呢換一下這個i跟j呢對調 然後我們可以改成是寫 求出每一科目的全班總平均這樣的這個函式 好 所以在這樣一個函式裡面array2d 那時候我們呢是把它寫成是一個 這一個一大塊的這個主程式 所以所有的程式碼都在這個主程式裡面 好 那現在我們學會使用函式了 那麼我們就想要說把這個正列裡面 那麼它所要計算的這些東西呢 其實感覺上還滿有用的對不對 它可以應用到各種的這一種表格裡面 而不限於是這個學生成績的這個表格 那麼因此這個時候我們可以把這個原先的這個 這個三大段的這個程式碼呢 我們把它變成是這個function 我們可以取得什麼樣的function呢? 第一個我們可以呢 這一個取得這個每一列的這個平均的這個 一維正列 也可以得到每一個colour的這個平均的一維正列 那再來如果是這樣的話呢 我們還可以就是說 這一個針對這個各種不同的表格 都來做這樣子的平均計算 那麼因此這個時候我們的正列的這個名稱呢 我們也不應該直接限制說它是score 我們可能要採用一個比較抽象的名稱 例如就叫它table 那因此呢 這樣一個table的這個處理的這樣的一個function呢 就可以用到各種地方 當你需要處理這個表格的平均的時候來用它 對不對 好 那因此呢 這個我們可以 這個時候我們可以想到說 我們寫的這些東西可以用在幾個不同的地方 所以我們應該把它修改一下 把它變成是這個幾個function 還有把它名字也改掉 那這樣做的時候 如果是用傳統的方法來做的話 那我們會需要使用這個文字編輯器 去尋找這個有關的這一些內容 並且把它獨立出去變成是這個function 完全手工來這個進行 好 那這樣的一個做法 在程式的這個發展過程來說 也是很重要的一個概念 這個我們等一下要說明這個test-driven development TDD的概念的時候 可以再加以說明 現在我們在講的是說 你也許原先完成了一個程式 接下來你覺得說 它可以把它弄成是函式 在很多地方都可以應用的話 那麼我們就有必要說 用一個比較省力的方式 可以很快的達成這個目標 那這時候我們可以怎麼做呢 來 我們看一下 這個就是上禮拜我們所看到的二維陣列 那在這裡面呢 你可以看到的就是說 這個步驟在計算Role Average 也就是每一個學生的平均成績 好 那在這個地方呢 我們可以選找IDE裡面 在編輯的這個地方 然後你往下找 有一個東西叫做重構Reflector Reflector這裡呢 你可以看到有好幾種 你可以採用的功能 那包括你把哪一個變數重新命名 然後呢 所謂的擷取方法 擷取方法的話 意思就是說把這一段程式碼 變成一個單獨的函式 所以呢 我們現在可以利用這個擷取方法的這個重構 然後這時候你可以給它取一個新的這個名稱 所以例如呢 重新命名 然後這個名稱呢 我就先套用好 結果呢 你可以看到 原先我們計算每一個學生成績的for loop呢 現在不見了 不見了 它跑到一個叫做new method的函式那邊去 好 簡單的講 重構的這一種功能 它可以幫助你 這個把我們的這個程式碼裡面 這個適合獨立出來成為函式 或者是這個把它其中的變數名稱改掉等等呢 都可以這個使用這樣的一個方式 那就會比較好 所以這個改完以後 它的程式碼大概就變這個樣子 在主程式裡面 我們就再也不必要用i跟j的do loop 來做個人的平均 我們就是要計算說 把score丟過去 然後計算這個score每一列的平均 然後把它的這個結果成為一個異為的正列 然後傳回來 放到我們這裡的異為正列 individual average裡面去 好 那因此呢 這個用這種方式呢 你可以把你原先這個使用 這個只使用一個主程式來撰寫的這個程式碼 把你覺得說這個有發生重複很多的地方 或者是這個很多地方都需要可能用得到 這樣子的程式片段的話 那麼你就可以使用這個重構來建構起這樣子的這個… 你可以把這個函式整理得更經典 然後這個程式碼還可以在更過多的地方來使用 好 所以這個是重構的這個概念 那我們後面還會有機會碰到我們再說明 接下來我們要討論這個上個禮拜 我們已經學到的這個二維正列的這個範例程式 那為了說明這個程式呢 我們把這個上個禮拜的array的那個內容部分呢 我們拿出來看一下 上個禮拜我們介紹了二維正列的這個觀念 那我們舉的是這樣一個例子 我跟我的同學他們在計算機概論 以及計算機程式設計裡面的這個成績 然後呢 我們分別計算了這個全班的平均 在每一科目的全班平均 以及每一個同學他的這個學期的這個個人的這個總平均 那這個程式呢 我們把它叫做這個array2d array2d這個樣子 然後我們在上一次呢 這個我們看到了 過程中大概就是這個樣子 我們設定這些正列裡面的數值以後 然後呢 分別設定個人的成績是一個異為正列 每一個科目的學習成績平均是一個正列這個樣子 然後呢 我們再寫了一個這個兩層的這個for loop 來計算每一列的這個平均 也就是每一個同學的這個學習總平均 以及呢 換一下這個i跟j呢 對調 然後我們可以改成是寫 求出每一科目的全班總平均 這樣的這個函式 好 所以在這樣一個函式裡面 array2d 那個時候我們呢 是把它寫成是一個 這一個一大塊的這個主程式 所以所有的程式碼都在這個主程式裡面 好 那現在我們學會使用函式了 那麼我們就想要說把這個正列裡面 那麼它所要計算的這些東西呢 其實感覺上還蠻有用的對不對 它可以應用到各種的這一種表格裡面 而不限於是這一個學生成績的這個表格 那麼因此這個時候我們可以把這個原先的這個 這個三大段的這個程式碼呢 我們把它變成是這個function 好 我們可以取得什麼樣的function呢 第一個 我們可以呢 這一個取得這個每一列的這個平均的這個 一維正列 也可以得到每一個colour的這個平均的一維正列 那再來如果是這樣的話呢 我們還可以就是說 這一個針對這個各種不同的表格 都來做這樣子的平均計算 那麼因此這個時候我們的正列的這個名稱呢 我們也不應該直接限制說它是score 我們可能要採用一個比較抽象的名稱 例如就叫它table 那因此呢 這樣一個table的這個處理的這樣的一個function呢 就可以用到各種地方 當你需要處理這個表格的平均的時候來用它 對不對 好 那因此呢 這個我們可以 這個時候我們可以想到說 我們寫的這些東西可以用在幾個不同的地方 所以我們應該把它修改一下 把它變成是這一個幾個function 還有把它名字也改掉 那這樣做的時候 如果是用傳統的方法來做的話 那我們會需要使用這一個文字編輯器 去尋找這一個有關的這一些內容 並且把它獨立出去變成是這個function 完全手工來這個進行 好 那這樣的一個做法 在程式的這個發展過程來說 也是很重要的一個概念 這個我們等一下要說明這個test-driven development-tdd的概念的時候 可以再加以說明 現在我們在講的是說 你也許原先完成了一個程式 接下來你覺得說 它可以把它弄成是函式 在很多地方都可以應用的話 那麼我們就有必要說 用一個比較省力的方式 可以很快的達成這個目標 那這時候我們可以怎麼做呢 來我們看一下 這個就是上禮拜我們所看到的二維陣列 那在這裡面呢 你可以看到的就是說 這個步驟在計算 roll average 也就是每一個學生的平均成績 好 那在這個地方呢 我們可以選找IDE裡面 在編輯的這個地方 然後你往下找 有一個東西 叫做重構reflector reflector這裡呢 你可以看到有好幾種 你可以採用的功能 那包括你把哪一個變數 重新命名 然後呢 所謂的擷取方法 擷取方法的話 意思就是說 把這一段程式碼 變成一個單獨的函式 所以我們現在可以利用 這個擷取方法的這個重構 然後這時候你可以給它取一個新的這個名稱 所以例如呢 重新命名 然後這個名稱呢 我就先套用好 結果呢 你可以看到 原先我們計算 每一個學生成績的for loop 現在不見了 不見了 它跑到一個叫做new method的函式那邊去 好 簡單的講 重構的這一種功能 它可以幫助你 把我們的這個程式碼裡面 這個適合獨立出來成為函式 或者是把其中的變數名稱改掉等等呢 都可以使用這樣的一個方式 那就會比較好 所以這個改完以後 它的程式碼大概就變這個樣子 在主程式裡面 我們就再也不必要用 i跟j的do loop 來做個人的平均 我們就是要計算說 把score丟過去 然後計算這個score每一列的平均 然後把它的這個結果 成為一個異為的正列 然後傳回來 放到我們這裡的異為正列 individual average裡面去 好 那因此用這種方式 你可以把你原先這個使用 這個只使用一個主程式 來撰寫的這個程式碼 把你覺得說 這個有發生重複很多的地方 或者是這個很多地方都需要 可能用得到這樣子的程式片段的話 那麼你就可以使用這個重構 來建構起這樣子的這個 你可以把這個函式整理得更經典 然後這個程式碼還可以 在更過多的地方來使用 好 所以這個是重構的這個概念 那我們後面還會有機會碰到 我們再說明 好 那接下來最後呢 我要說明的就是 昨天所介紹的Tita Toe 緊緻遊戲的這個程式碼呢 那我們可以 如果你有看一下那個程式碼的話 你就會發現 它其實有很多地方 是這個內容非常的相似 或者是重複的 所以例如說 這個我們在Tita Toe的這個遊戲裡面 那麼我們常常需要去判斷 到底是使用者獲勝還是電腦獲勝 所以在我們原先的這個程式碼裡面 使用者輸入了一個他的位置 決定了I0跟J0以後 你就要做這一些判斷 做這一些判斷來決定說他有沒有獲勝 那麼等到這個使用者下完以後 然後輪到電腦也產生一個位置以後 那你又要重新再寫一段這種判斷電腦 有沒有獲勝的這個程式碼 那因此你就可以看見 光光是判斷這個電腦 或者使用者獲勝的這一段程式碼 你就要在程式裡面重複 那麼這樣的一個情況 在這個我們所附的那個Clean Code的這個書裡面 它把這種情況叫做是一個這個不好的flavor 不好的這個氣味 smell 所以當你這個完成一個程式可以work的時候 那麼其實你可以去再去檢查一下說 這個程式碼裡面有沒有一些不太好的這個味道 那如果有的話 我們就可以想辦法把它改進 讓這個程式更精簡更清楚 然後效率更好 那因此我們現在 我們已經完成了這個Tita Toe的這個程式了 所以這個你去看這個程式的時候 你可以在裡面找到蠻多這個重複的這個地方 而這個重複不一定是這個 每一個這個編碼的字都一樣 而是說他們這個東西 其實你如果這個把它寫成是function的話 那你只要呼叫一次 然後每一次用稍微不一樣的這個參數 那就可以簡化你的這個程式碼 好 那因此呢 這個我們就可以看到 判斷使用者或電腦獲勝 我們可以把它寫成一個function 叫做one one根本不管電腦的起值還是使用者的起值 反正你只要給它這個i0跟j0 接著要靠這個baud來檢查 那baud的話就在我們現在這個例子的話 就是一個3x3的這個二維的字元的這個正列 傳進來的i0、j0跟baud 那這應該都是pass by value就是可以的 好 那因此呢 這個因為我們的目標只是判斷有沒有贏 對不對 我們並不想改變這個棋盤上面的狀況 那所以這個這些東西都用pass by value 進來就可以了 好 那因此呢 這個我們上次這個檢驗 他們使用者或電腦獲勝的那一段虛擬碼 這個我們現在把它搬過來這裡 那我們就可以看見這個時候 它的這個使用者檢查是不是一列 是不是一行 是不是對角線等等 然後這個結果呢 我們可以設定它是一個這個baud的這個函數 所以只要看它這個結果 有檢查是不是真的贏了 我們就把這個true或者false傳回去就可以 所以這個就省掉了一個很大部分的程式碼 重複的這個地方 好 那再來另外一個是這個產生的這個虛擬碼的這個位置 那這個虛擬碼位置這個東西呢 在這個程式碼裡面呢 它也是佔蠻多這個程式碼裡面的蠻大的一部分 所以呢 而且這個部分呢 我們好像別的地方也可以用 那因此呢 這個我們就寫另外一個function 叫做take position 然後呢 就是這個IOJO 那IOJO是什麼 是你產生出來的這個位置 就是你這個012345678 那它現在要落在哪裡 那落在哪裡我上次講過 你用一個亂數以後 你可以找出它的I0跟J0對不對 就那個你電腦接下來就要下哪一個位置 可是這個位置呢 你必須這個位置裡面沒有別人 必須是空白的對不對 好 那因此我們就需要輸入一個bald 這個二維的陣列 然後呢 來檢驗它 好 那因此這樣做的話 我們也可以把這一段程式碼呢 獨立出去 然後變成是一個這個function 叫做take position 那各位同學可以練習一下 用那個重構來做這件事情 就把那一段的這個function把它挪出去 當作是這個那個function來用 好 那另外呢 還有這一個例如說 這一個把這個棋盤給秀出來 這件事情 那也會在兩三個地方出現 那所以兩三個地方呢 都有一堆這個right line right line這個東西 所以這程式碼就變得這個很 有點看起來有點冗長 所以這個是我們把一大堆的 這一些這個console right line 等等的東西呢 都把它獨立出去 到這個display裡面去顯示 那這樣子的話呢 有兩個好處 第一個好處就是你的程式碼變得清爽 而且很容易讀 這是第一個 那第二個呢 是如果你對這個棋盤的顯現方式 這個有所不滿 那麼你只要去改這個display這個function就好 那你不必要動到這個原來的 這個主程式裡面的這個內容 還有呢 未來如果我們要進到這個設計它的圖形使用介面程式的時候 GUI的時候呢 那個時候我們就可以把這個display這一部分 轉成是視窗的這個顯現的處理的那個程式 那你這個程式要轉換成為這個視窗的這個程式的話 就容易多了 我們後面會講到就是說你寫程式的時候 如果能夠顧慮到把這個主要的模型跟你所需要的這個IO 以及你的控制這三部分 你如果一開始就可以把它分出來的話 那麼到你後面寫這個視窗處理程式的時候就好用很多 所以這個也是也算是一些前人的智慧 那因為這個我們以前程式寫多了以後就會發現說 如果你把所有的input 所有的output 就是output input的地方都獨立出去寫程式Function的話 那麼對你的這個程式碼的精簡 還有程式的可讀性都有很高的這個提升 好 那因此我們可以看到呢 由於我們定義了這些很多新的這一些這個Function 所以主程式的程式碼就變得相當的簡短 它的這個可讀性其實也提高 因為我們在這個Function還有變數裡面 我們都採用這個容易讀的這個名稱 而且很像這些Function的這個名字 都能夠反映這個Function的這個功能 那因此就會使得這個程式碼要易讀這個樣子容易讀 好 所以接下來我們就把那個每一個所用到的這些Function 那一個一個的這個把它改寫出來 那好 所以這裡也是一個這個改寫的例子 那這些都可以使用這一個那個重構的方式來做 那另外我們可以看到呢 這一個我剛剛講那個Display有沒有 那你可以看到這裡有蠻多的這些Console.RiteLine 這些Console.RiteLine對於你的程式的介面顯示 是很重要的一部分 可是它對於整個程式碼的系統邏輯來說的話 不算是最重要的部分 那因此把這一部分獨立出去 是比較好的一個做法 你知道在我二、三十年前 我們在這個國防管理學院擔任教官 教這個系統分析跟這個設計的時候 那那個時候呢 有流行好幾種這個程式設計 或者系統設計的這個方法 那其中有一套 你知道當年的IBM 是全球的這個電腦的霸主 那麼因此呢 這個他們IBM的這個公司 除了這個販賣這個大型的主機以外 他們還有一項獲利很多的工作 就是幫很多單位開發電腦程式 例如NASA很多的這個任務的 他的電腦程式 都是IBM幫他們寫的 那麼在這個IBM的這個系統裡面 我們後來有教到說他們的這個系統分析 是怎麼做的呢 他們重要的那個方式叫做IPO的概念 什麼叫IPO呢 就是任何的這個函式 或者是這個程式的這個module 那麼你一定要分出 他的input、process跟output三個部分 所以呢 你可以很多問題 你都用這種方式去拆解他 所以他的input是什麼 然後對於這個input 你要做什麼process 那process的結果 要怎麼樣把他output出來 這叫IPO的觀念 這個想法雖然現在已經落伍 那現在大部分都不用這種概念 但是他對於這個 我們了解一些程式的這種概念來說 還是不錯的一個想法 那所以呢 這一個你可以看到就是說 如果你碰到一個滿長的這個程式的話 先嘗試著把它的輸入 輸出這些部分把它獨立出來 然後剩下的process也再獨立出來 那這些東西都可以分別寫成function來呼叫 這樣你的程式碼 一下子就會變得很簡潔 所以這個是計算IBM的這個做法 那現在因為有物件導向 還有圖形介面這些東西 所以這個IPO的觀念 有被一些新的觀念取代 這我們後面再來說明 好 所以你可以看到 這一個我們可以把這一個 今天這一個韓式的這些內容 已經做了一個大概的說明 我們現在稍微做一點複習 好 第一個我們提到的function 那麼它的這個應用就是 你把程式碼裡面重複 而且是可以多處地方來應用的這個程式片段 我們把它獨立成為這個function 那麼這個function的話 那麼在應用的時候 就是只要寫出這個function的名稱 並且給它適當的參數就可以 程式呼叫的時候 那麼它的記憶體的內容的這個處理 我們可以用記憶圖區域的圖來說它 那通常在例如這個例子的時候 那麼在max.sine這個組成式裡面 組成式裡面 那麼它準備了一個max.pi除以6 就6分之差異的數值 這個叫做真實的參數對不對 這個真實的參數 那這個真實的參數呢 當它跑到這一行以後 它會跳到這個max.sine的函式裡面去執行 那去執行的時候它會把這個真實的參數 複製一份送到被呼叫的函式裡面的formal 這個形式參數裡面 所以接下去在這個函式裡面計算的時候 所有用到這個形式參數的部分 都會被這個進來參數的值代換 然後去進行這個計算 然後算完結果以後 再把這個結果傳回去原來的程式碼裡面 取代掉這裡的暫存區域 所以這裡它會把這個答案的0.5 送到這個組成式的這個地方 然後繼續再進行計算 所以這個是韓式的呼叫的時候 它的關係是這樣 另外我們提到說 除了說把原來的參數 複製一份它的數值送到這個形式參數以外 我們有時候需要說這個形式參數裡面所做的改變 必須在原來的程式碼裡面 也要跟著同步更改 這種情況之下 我們傳給這個韓式的 就是它的reference 而不是它的這個數值 這個叫做傳指 傳地指的呼叫 另外如果我們要做這樣的呼叫的話 那我們的韓式的這個宣告呢 也要在裡面加上這個refreference的這個字眼 表示說我們處理的是這個reference 好 那另外呢 我們也用到 除了傳指之外 那第三種情況就是 如果我們有某一個這個變數 那我們其實不知道它應該是多少 但是我們這個reline 我們需要依賴一個韓式去算出它的值是多少 那這種情況的話 我們就是丟一個參數a給這個function 然後讓這個function幫我們算這個b的值出來 那這樣子的話 我們這裡只要宣告b就好 然後不必要對這個b設定任何的出值 這個在這個程式碼看起來的邏輯上面比較清爽一點 好 那再來就是說 我們也可以是用這種方式 這個是呼叫的時候 然後這個是這個程式碼的這個寫法 好 那再來我們提到過了正列 它在pass by value跟pass by address的時候 它們的這個不同 那我們提到過p array的話 它有一個地方存放它的空間的這個reference 對不對 那因此呢 它如果是pass by value的話 它傳過去的就是這一個reference的這個內容 所以這時候對它裡面的array的內容的改變 都會呈現在這個原來的p裡面 都會在原來的p裡面 好 但是呢 pass by reference的話呢 那麼這時候除了說 這裡你會照它的方式去改變以外 那麼如果在這個function裡面呢 會產生新的這個reference的話 那麼這個新的reference的話呢 如果你是pass by value的話 對原來的p就沒有影響 可是如果你是使用pass by reference的話呢 產生的這個新的這個區域呢 它的這個reference呢 就會拿來改變掉原來p的這個reference 那這個細節呢 請各位參考這個講義 並且拿這個程式跑跑看 然後想想看它的到底是什麼 好 那另外我們也提到了 這個在程式碼裡面 有提供這種重構的部分呢 那可以幫助你把程式碼裡面 有用的部分提出來變成是function 或者是把程式碼裡面 某種比較不適當 或者是可讀性比較差的變數名稱 改成是比較有意義的這個名字 所以有這兩種方式 對於function的部分 我們就講到這個地方 那接下來我要說明的 這個是另外一個這個概念 就是這個 當我們有了這個function的工具以後 那麼我們在開發程式的這個過程裡面 應該要注意一些什麼樣的事情 我們剛剛講過 你如果變成是一個function的時候 那麼除了說你的程式這個易懂 然後這個很多的程式碼 可以重複應用之外 還有一個好處就是說 假定我們先談好 我們的這個 這一次的這個奇謀的這個專題呢 每一個人分別要負責哪一些部分的 這個程式的這個撰寫 那如果說你一定要把所有東西 都寫在同一個大程式裡面的話 那就很麻煩 因為這三個人都要同時在場去寫這個大程式 那就很麻煩 可是如果說我們可以把這個主要的這個程式 利用虛擬碼的方式了解到說這個 我們把它拆解成幾個不一樣的這個function 然後這個某一位團員 某一位主員他專寫這個韓式A 然後某一位同學他就專寫程式B 然後再來一個同學就寫主程式等等 那這樣子的話各自去發展跟測試 然後再把他們整合起來 那這樣的一個做法就可以提高這個程式開發的這個效率 那麼在這裡能夠達成這種效率的這個主要的一個重要工作 就是每一個人要保證你所寫的這個function 你所寫的這個module 他一定是正確的合乎我們原先在討論的時候所設定的這個要求 要必須做到這一點 那因此當每一個人他寫完一個韓式的時候 他必須要做這個單元測試 unit test 每一個這個function 基本上除非那種太trivial的 那應該理論上說這個 你如果寫了一個比較主要的這個function的話 就一定要經過一個測試 那測試通過以後 才來跟其他人的這些function或者是總程式等等 來這個合併這個處理 好 那因此我們要講的就是這個單元測試的概念 那這單元測試的概念 這個他背後有另外一個 應用這個單元測試的一套程式開發的邏輯 叫做測試驅動發展方式 英文叫做test driven development 簡稱為tdd 我在網路裡面看到有一位陳士傑先生 他在微軟的時候 他有寫那個 參加一個叫做鐵人競賽 所以在30天之內 每天寫一個關於某些這個觀念 或者是程式工具的這個介紹 那他寫了一個30天快速上手tdd 那這裡面有蠻多這個有用的這個觀念 各位可以參考 那另外呢 這個我們使用這個visual studio 它裡頭有提供一個主要的工具 叫做測試總管 那麼這個測試總管呢 是讓我們發揮這個tdd的一個很好的工具 我們等一下就可以看到來說明 好 我們來看一下 我們其實只有三樣要講的事情 第一件事情就是tdd的觀念 第二個是單元測試的觀念 然後第三個是介紹我們的ide裡面 測試總管test explorer 好 我們來看一下tdd 我們寫程式是為了什麼 當然是為了要說這個程式能夠發揮這個 我們希望他能夠完成的這個功能對不對 所以他需要是一個可以walking的這個sword web 所以如果你的程式或者是這個畫面寫得很漂亮 或者是這個程式碼寫得很清楚 那這都不是最終的目標 最終的目標的話 是要這個可以工作的這個程式碼 達成我們需要功能的這個程式碼 所以我們提到的這個陳先生呢 他就特別提到說 程式們的存在是為了使用者滿足他的需求 不是我們寫給自己爽的 那這當然有例外 我們這個暫時就不論 假設就是他講的是對的 好 那因此呢 這個為了要達成說這個程式的這個結果 是這個可以用的 那你必須要證明給人家看 說你這個程式是這個正確的 好 那你怎麼樣這個確認說你的程式是對的呢? 好 那這個時候呢 這個很重要的一點就是 你要去設計很多的這個測試的這個案例 我們叫做Test Scenario或者Test Cases 曾經有一位這個社工系的這個研究生 他也在政府部門工作 他告訴我說他們很困擾的一個問題 就是不知道怎麼樣跟軟體工程師溝通 想要講出他們想要的東西 那事實上不太能知道說 這個怎麼樣去跟這個工程師溝通的時候 那很容易的一件事情就是 我們來構想很多的這個測試的案例 所以這個你可以跟他說 我希望在某一種的這個環境之下 哪一種情況之下 我希望這個程式能夠提供一個什麼東西出來給我 作為回應 那麼因此你如果能夠把你的需求 轉換成為一個又一個的這個測試案例 那麼當程式師把這個系統完成的時候 他必須要通過所有你要求的這些測試 那這些測試都是在一開始的時候 就已經大概想好 或者說這個大致想好 然後在這個程式撰寫發展過程裡面 可以再做一些這個修改 這是沒有問題 但是就是說這個只要你能夠設定說 你的程式需要通過的這個案例呢 那麼這個就會使得你的程式 但是他的這個可靠性可以達到這個相當的這個水準 好 那因此呢 這個你寫完程式以後 你要跟人家講說我這個程式能做什麼 然後那個我們當然不相信 你這個你怎麼能夠證明你的程式是可以用的呢 好 那這時候你就秀給大家看 我這個程式通過了這個測試 通過了這個測試 這個測試 這樣 在某種情形下 他會怎麼樣 某種情形會怎麼樣等等 好 那有很多的這個案例 你這個程式每一種案例都通過了 OK 那這個時候呢 這個你所寫的程式 他的可信度 可靠度 就達到了一定的這個水準 好 那因此呢 這個測試案例的這個設計 還有就是他的保管和應用 是很重要的這個一個情況 而且這些測試的案例呢 應該保留在你的系統裡面 所以就像我們剛才用那個GCD的這個程式 我們呢 要求這個程式碼先測試這個GCD的三種狀況 都要能夠通過 然後我們才開始進到跟使用者互動的真正的這個程式 因此呢 如果你想一個其他的這個功能的這個軟體系統的時候 也是如此 那麼你應該就是設定好一些這個 你應該要通過的這些測試的案例 然後呢 就讓這個電腦每一次有修改的時候 然後這一些測試呢 全部要同心再執行一遍 確保說你修改的時候 沒有改到這個不該改的東西 好 所以這個就是Test Scenario的這個概念 那有這個Test Scenario的這個概念以後 那我們在開發程式的時候 那麼比較常用的一種方法呢 叫做TDD的循環 先從這個紅燈開始 紅燈呢代表說這個 我現在想要寫一個程式的某一種功能 所以這時候有一個功能 它需要通過的測試 我們先把它做好 大概兩三個這個測試這個樣子 好 那這兩三個測試想好以後 那麼我們就開始寫足夠的程式碼 可以通過這一些測試 那寫完並且所有結果都通過以後 那這個時候就出現綠色的這個狀況 就是說這個程式它可以應付這一些需求 這一些scenario 那我們接下來就想要辦法改進這個程式碼的quality 它的品質 所以在這個地方我們會做重構 我們剛介紹的reflector 就是這個字reflector 這個重構 那在重構裡面 我們就去看程式裡面 有沒有一些這個不好的flavor 不好的味道 那例如重複的碼很多啊 或者是什麼等等啊 把這個它可能這個不太妥當的部分 這個找出來 然後利用剛才的reflector工具 可能重新命名或者是把某些程式碼 獨立成函式等等 那這樣的話使你的程式碼清爽 然後你每一次改的時候 都要把所有的測試重跑一遍 重跑一遍確認說你改的結果是對的 那於是你reflector完了以後呢 我們就再回過頭來想說 那是不是我可以再把這個程式 再添加另外一些功能 然後於是你又進到紅燈的狀態 那於是你又設定了新的幾個 這些test case 那這些新的test case 為了通過他們 於是你又增加一些程式碼 來通過這一些測試 那這些程式碼讓所有的測試 包括前頭的測試都通過以後 再一次的reflector 然後再一次的這個放一些需求進去 這樣子反覆的進行 這個就叫做TDD的循環 這樣的一個概念在軟體工程裡面 其實是很重要的這個進展 那這個部分 我們可以等到第七章的時候 下下週的時候 再跟各位做這個進一步的介紹 那我們接下來看 你每一次要去測試這些測試單元對不對 那這個時候你的測試的情境 那常常要配合你所寫的程式裡面的這個unit 那這個unit是一個範稱 它通常可以指的就是一個函式 或者是一個class等等 我們後面再說 那每一次我們有一個function以後 那麼你一定要確認這個函式它的功能是正常的 所以你要拿它作為一個單元來進行測試 所以這個單元測試的話 在測試這個單元的時候 你可以把呼叫它的主程式隔開 利用你所預備的測試的情境 case來測試我們所寫的這些function的單元 那因此這裡你可以看到它的一些說法 那個你一定要有很多的這些單元測試 所以你最後要交付的軟體 要包括所有這些unit test的程式碼 那一般所謂的單元測試 其實分三種 一種叫做黑箱測試 一種叫做白箱測試 還有一種叫做灰箱測試 那這個如果你去一些軟體公司的時候 早期像台灣有很多人到美國 即使原來並不是念理工的 但到美國以後都可以念computer science 那這些computer science念過以後 就進這個軟體公司工作 那進軟體公司工作的時候 常常第一份工作就是QA quality assurance 那QA是什麼意思 就是要測試那個工程師所寫的程式 是否能夠通過這個我們設定的測試的情境 所以那個部分是在這個QA 那因此在早期的軟體公司 常常他的QA是給這個菜鳥的這個程式設計師 或者是什麼之類的來擔任的 好 可是現在這個程式的這個軟體工程的發展 現在已經變成說這個程式開發者必須 對自己的程式的品質負責 那因此這一些黑箱測試、白箱測試等等 變成是程式設計師自己要去處理的這個工作 他變成是我們的開發程式的工作裡面的必要的一環 那我們來看一下這個黑箱測試 黑箱測試的話就是說 例如說我們講早期那些菜鳥 他可能不知道你裡面程式怎麼寫 可是他知道說你如果輸入什麼數值的時候 他的輸出應該是什麼 所以他會有一個表格 然後每一項都有一個各式各樣的測試 好 第一項通過 第二項通過 真的每一樣一個一個去試 所以這個講起來對於一個測試者來說 是一個滿無聊 相當乏味的這個工作 好 那但是這一個對程式設計師來說的話 這個黑箱測試是他要交給 把程式交給這個使用者的時候 他應該要能夠出現的這個測試的內容 所以這個還有包括說 將來如果你們的單位發包給軟體工程師開發系統 那麼你可能都要先設好這一些黑箱的這個測試 因為你不見得懂這個系統裡面的細節 但是這一個把它作為一個黑箱 他所需要滿足的性質 這是你可以決定的 好 所以這個是黑箱測試 也稱為這個 Functional Testing 功能的測試 好 那對於這個工程師來說的話 那麼他所需要做的 常常會包括這個白箱 Five Box 那Five Box的話 這個我們記得我在之前講這if的敘述的時候 曾經提到說 這個測試的這個要點 是要能夠這個含誇這個程式的 這個每一條這個流程的路徑有沒有 那因此這一部分 假如是像這樣多個單元或者是函式連結的結果 那你可能這一條路徑要測一次 這一條路徑要測一次 這一條路徑要測一次等等 所以這些東西就變成是這個程式設計師 這個你要確保你的這個系統 這個可靠的時候 那麼這一些白箱的測試是必要的 再來我講的灰箱的測試的話 就是說在這裡面某一些module 是這個你可以信賴的 這個某些單位所提供的這些模組 那這些模組你也沒有辦法去 這個處理它裡面的內部 所以你只能直接利用它 那因此你的這個盒子裡面就有白有黑對不對 那因此它就是一個灰箱的這個測試 好那因此這個我們寫了程式以後 要有一堆的這些測試的這個範例 那要有多的scenario 那因此我們在今天的課程裡面 我曾經提到了一個辦法 就是把所有測GCD的這個 都用debug.insert擺在這個程式碼裡面 然後這個每一次程式要跑的時候 都要把這些測試跑過以後 才能夠執行底下的 我們希望它執行的跟使用者互動的這個過程 好但是這樣的一個結果呢 當然你的測試是跟著程式一起的 可是有的時候你並不想要說 在每一次要跑的時候呢 都要把這些東西重新弄一遍 那因此這個就有人開發出一套 這個測試的這個方法論 叫做這個X unit X unit 那X的話是代表說 這個不同的程式語言 那各種不同的程式語言呢 你都可以把他們的這個單元 來進行一些這個測試 那這些測試的範例呢 我們可以用一個這個系統把它管理 管理起來 所以這樣一來呢 我們就需要一個所謂的測試總管 好 那這個測試總管呢 在我們的這個Videostudio的這個2017裡面 那它裡面的一個測試總管 你到那個上面的Menu 一拉就有一個測試總管的東西 它拉出來以後會這個樣子 可是這個是它已經有在跑的這些scenario 那在我們那個目前的這個 你可能還沒有任何的程式在裡面的時候 這裡就是空的 好 沒有關係 那我們來看一下怎麼樣去使用這個測試總管 那這裡我有列了這個過程 那我們現在就不一一的這個走給各位看 那基本上就是新增一個程式的時候 那這個程式是這個主程式跟你想要做的這個測試 都在這裡面 好 然後呢 這個時候我們之前到現在 我們的這個專案 我們的方案都只有一個專案對不對 好 那現在呢 我們把這個測試的這個專案 跟我們代測的專案擺在同一個方案底下 那這個方案呢 是這一個GCD什麼那個 with unit test 對不對 好 那這個unit test的這個東西 那它就有 原來有一個程式的專案 那我們現在呢 把它增加一個 這一個單元測試的這個專案 那這個單元測試的專案裡面 會有這樣子的一個這個class 那這裡有一些方塊 方括弧刮出來的 是他們測試要用的這些參數 你不用管它 好 那這個過程 我想我沒有時間仔細去說明了 大致上來說 我們讓它這個利用 比如說這樣子的測試 3跟5 然後swap以後 x要變成5y等於3 我們之前是使用debug的assert對不對 好 但是你現在在使用這種測試總管的時候呢 你可以使用一個class叫做assert 然後利用裡面的isTrue的這個敘述 去檢驗這個條件是不是成立 那麼在這些測試函式裡面 它符合這個所謂的a的這個原則 a是什麼呢 a是arrange 安排 然後a是action 就是直接執行這個單元 然後最後這個a是assert 所以呢 這個當你這個要寫一個測試的function 來看某一個案例是不是能夠成功的話 那我們安排是這樣子 第一個arrange 我們設定背景x等於3y等於5 就是arrange 然後我們呼叫swap 那這個是action 我們呼叫這個我們叫測試的對象 然後最後這個是assertion 它的實驗結果應當是等於多少 好 那麼所以呢 我用這種方式可以寫這個測試的專案 有好多個這個method 那這個你可以看 所以當我們的一個測試通過的時候 這裡會出現一個綠燈 綠燈 好 那當我們多寫幾個以後 多寫幾個以後呢 那麼這個最後我們的測試總管執行測試完了以後 你就看到這樣一排綠燈 那一排綠燈是很有這個成就感 那那個如果說這中間出現紅燈什麼之類 那就是有問題 那那個測試沒有通過 你要去check到底是什麼原因 好 所以你可以看見呢 使用這一種這個測試總管的話 那麼它對於這個測試案例的這個管理 還有這個對於這個很多的這個測試所需要的這個功能 它都寫在這個地方 那你的這個原來的你的那個開發的那個程式呢 就不必要像我剛才那樣子 把很多的azard寫在裡面 那你就是準備好這個一列串的這個測試案例 然後有一列串的這個測試的這個function 然後去做這個單元測試 然後每一次跑完以後看到一排綠燈 你就要知道 你就知道這一次的修改沒有問題 可以再繼續下去 進行這個TDD的這個下一回合 好 所以這個就是這個我們今天 關於這一個unit test的這個概念的這個介紹 基本上我們談到了TDD的循環 包括取一些特徵來implement 然後把它做出來 然後再這個重構 然後再抓一些特徵進來 再做再重構 那每一次重構的時候 都需要經過這個測試總管 把所有的測試的案例全部重跑一遍 那當然這個測試總管也提供你一些方便 如果某一些測試你已經測試到不想再測 那你可以跳過那一些這個測試 而針對你這一次比較新的 比較困難的這些測試再進行就可以 好 那我們今天就講到這個地方 謝謝大家 感谢观看